完了 又3比0了 这詹姆斯和胡仁呢 怕不是又要被绝境横扫了 虽说系列赛还没结束 但是NBA历史从来没有那只球队 完成过0比3落后的翻盘 当然了 希望肯定是要有的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些季后赛中经典的绝境逆转 112比105 回到主场的胡仁没能逆转战局 迎来了这轮系列赛的三连败 就连詹姆斯赛后都有点泄气了 他说 这只绝境没有任何弱点 这可能是我生涯交手过最强的球队 NBA也磕磕绊绊的奔着80岁去了 但是从来没有哪只球队 完成过0比3以后的大逆转 不过当初2016年总球赛 骑士1比3落后勇士的时候 也没人相信克里弗兰能完成逆转 甚至在ESPN的冠军预测中 骑士的夺冠概率只有0.3% 后来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 骑士连班三场夺得对师首冠 勒布朗一贯风神 俄亥俄本地人甚至愿意 让他去当选美国总统 当然了 勇士也可以说 在你完成1比3翻盘以前 我就已经完成过了 就在这一轮总决赛之前的西部决赛 库里和勇士在1比3落后的决定之下 强势反击 既6 汤神 佛光 普照 打得雷霆 头皮发麻 抢7大战 库里 莫杰 狂砍15分 全场得到36分 带领勇士完成大逆转 挺进决赛 最近一次最接近完成0比赛翻盘的球队 要数去年的凯尔特恩了 在东部决赛里 凯尔特恩先是0比3落后 随后连班三场 拥有战绩优势的绿山军也将在强气大人中重回主场 眼看占尽了天时地利 结果塔图姆在总决赛门前拉了大垮 全场只有14分进账 无缘力使首个0比赛翻盘 眼看着人家麦阿密人挺进决赛 想当年NBA的slogan是什么呀 Where amazing happens 奇迹发生之地 所以胡人求名也别泄气 咱就是说万一这胡人真给你整个打得出来呢 就算输了也无所谓嘛 詹姆斯一出局 回家给库里和克尔挂个电话 那美国队就是第一个北战奥运会的队伍了 世界杯最早的 世界杯